去年6月才在花蓮上路的泰鲁閣客運 最近傳出旗下的電動巴士 全都變成老舊的柴油公車 業者說是因為合作的廠商突然結束營運 他們也是受害者 但是議員以柴油公車不是綠能 而且又有安全上的顧慮 所以要求縣政府取消路權 時間回到去年6月 為了友善對待花蓮的好山好水 花蓮縣政府特別開放了一家 專門以電動巴士營運的泰鲁閣客運公司 進駐花蓮 並且開放泰鲁閣客運公司進駐花蓮 並且開放泰鲁閣客公園 和東華大學兩條新的路線 但不少人卻發現 最近這些安靜的電動巴士 怎麼變成了老舊的柴油公車 它一開始的設計就有問題 一開始怎麼會通過 半年耶 這保護期還沒過吧 花蓮縣議員氣得向縣府提出抗議 痛批業者根本不符合當初所保證的綠能 且車輛老舊無法保障乘客安全 要求縣府取消業者的路權 花蓮的客運業者 他們必須要五年車就要淘汰了 但是他們住用車已經超過五年了 其實對民眾的安全來講 我是抱持著非常大的疑慮 對於不滿 泰鲁閣客運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 因為負責維修的廠商 在八月份突然宣布停業導致原本就有電力問題的六輛電動巴士無法修復 目前只能趕緊採購新的車輛 絕對不是故意更換柴油公車來服務 畢竟電動車這個市場在台灣 還算是剛起步 所以其實客運業者他也算是 這個產品的實驗者 所以相當的辛苦 花蓮縣政府則是表示 已經要求業者盡速恢復電動巴士營運 在新車未抵達前 票價應該減半 補助也必須停止 太魯閣天翔縣他是不收費 那三零一路線他是用半價 就是東華大學這條路線 他是用原先的票價的半價 那另外呢 我們老人乘車的補貼呢 他們也都不領取 由於業者已經向縣服保證 明年農曆年前 新的電動巴士就會採購完成 民眾大多也願意給業者機會 畢竟要在人口數不多的花蓮 發展綠能交通 實在沒那麼簡單 記者文家凱 歡迎報導